我們大家愛臺灣 立委補選倒數兩天 國民黨候選人正式為一天一大咖 今天找來馬英九站臺 最後階段了 所以我們一定要全力以赴 選前加緊衝刺 掃過三重大街小巷 而前一晚找來藍軍女神 寒冰逛夜市 更是瞬間擠爆現場 人氣太夯 不少攤商也受到波及 正式為至上歉意 就怕被寒流淹沒 另一頭的余天趕緊回房 晚上也找來韓國瑜選前對手 陳其邁一起逛三盒夜市 韓兵就好像一位明星一樣 相信只是看到 在電視上看到 從來沒有經過他本年 所以會這麼騷動 稍微低調一點 比較好 不會影響到別人做生意 這是最好的方法 包括余天大哥跟我們一起 在努力的爭取勝選 也是要立抗這股逆流 一個中國 一國兩制 以及和平協議 就是目前對台灣威脅的事實 而不是任何的恐嚇 民進黨想對抗寒流 卻一再拿出孔中牌 只是每到選舉老調重談 選民恐怕早已厭煩 這是黃天耀光圈的三區小組 新北報導